可以有三个故事好讲 一个小故事呢 就是我们东部的余瑶 东部有个余瑶 有个东风小学 它从1992年 联合国 提倡这个 低碳 他们学校自发的 开展节能环保教育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了18年了 我知道了以后 我到他们学校一看 确实印象很深 他们是完全自发的 对孩子 对六个年级 都是小学 进行不同水平的教材 节能环保 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中国故事 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中国东部有个兰考 兰考的故事 就是它的用电 原来靠的是燃煤发电 给它送电 它现在是靠着 可灾食能源自己发电 这个四年就可以实现这个转变 这个能源革命 第三个故事呢 瓦里关 就是我们西部 我们青海 有个瓦里关 是海拔3860米的 大气本底观测站 我上去了 上以后我很感动 因为他们在3860米 这个地方啊 在亚欧腹地 只有这一个站 来测大气本地 中国对这个气候变化 我们是有理可讲 有数据可讲的 中国有数据 中国还有一些故事 咱们全世界 共同努力来应对 这个气候变化